港版的Ultra和S10的蜂窝功能在内地都是用不了的 如果你要用蜂窝的话你直接选国航 如果想体验港版的什么快充啊这些的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金额 有一些价格比国航都要贵的 今天要去拿一台港版的Ultra二代 黑色的全新配色的一整套 这个的价格是国航的价格是7499 港版的价格是7199 我们要去给它拿一台 走 我们要买的就是这个Ultra的二代黑色 今年黑色的配色 你看这好花呀 眼色的好花呀 然后我们要买一台配备着不要这个表带 配它那个黑色的米兰尼斯钢带的 Ultra的话还是原色相对的 我们日常使用其实更不容易磨花 黑色的太金属的更容易掉色 然后这个原色配这个原色的表带好看 我们要拿的一台是黑色 配这个黑色的表带空漏光的 我们定一台 找工作人员定一台 当当当当 我已经花钱买出来了 看一下 Ultra二代 黑色太金属配黑色米兰表道 这件事 不能退货 没有七天无理由 你们讲一下港版和国航的Ultra到底什么区别 港版的Ultra理论上是支持25瓦快充的 人家送的这个里面里面是有快充线的充电呢 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速度会慢一点 而且港版的Ultra蜂窝在陆是用不了的 因为大陆现在的运营商不支持 一般人我是不会建议他去买一台港版的Ultra花七千块钱的 除非你是要出国用 在大陆用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他写不了大陆的蜂窝 现在是用不了国内的eSIM的 写一下S10和Ultra的手表 如果你考虑蜂窝功能的就选国航 如果你想体验GPS的 或者想体验港版或者美版的其他的功能的 就随便了 都可以 主要考虑性价比 好了 本期视频就这样 拜拜 拜拜